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周斌的调查涉及前国资委主任原忠实由董事长蒋洁敏的腐败案 路透社援引第二位消息人士的话说 周斌同意回国 接受中纪委的问话 三名消息人士均表示 周斌现在北京郊区被软禁 协助调查 新于三君子案件庭审进入第三天 律师展开非法证据排除环节 三位当事人均称遭到审讯人员的刑讯逼供 另外 律师发现程序重大违规 李思华未被立案而遭到批捕和审讯 法院宣布案件将于星期五继续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新于的详细报道 星期四上午公诉人和律师就三人被指控的罪名展开辩论 下午庭审进展到非法证据排除 对于口供的取得 三位当事人刘平 魏忠平 李思华均称 在公安刑侦期间遭到了刑讯逼供 魏忠平称当时在李思华隔壁的监视听到他被殴打惨叫的声音 魏忠平也称自己被当着一位派出所所长的面殴打 刘平则说在做笔录过程遭到了一位姓欧阳的一位女国宝殴打 下午的庭审中 律师斯伟江发现了当事人之一李思华所被指控的所有罪名均没有立案 也就证实了公安对李思华的抓捕审讯都是违规办案 律师认为他应该被当庭释放 法院发现这个问题后宣布休庭 表示将请示上级 参与旁听的当事人之一 刘平的女儿廖敏月告诉本台记者李思华得知警方和法院 在立案上存在违规之后 他在庭上说 我知道就算立案我在法律上也无罪 如果魏忠平刘平被判有罪的话 我不愿意独自释放 我要与他们同罪 刘平当庭痛哭失声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据本台消息星期二在四川阿坝县麦尔玛乡自焚的藏人贡爵次丹当天在被送往马尔康县医院的途中已经过世 当局在抢行火化其遗体后星期三将骨灰交还亲属 据现场目击者透露 现年30岁的甘肃马曲县藏人贡爵次丹因抗议中国的高压治藏政策 星期二下午5点钟左右在四川阿坝县麦尔玛乡街道点火自焚 广东省梅州市丹顺县攀田镇新联村村民 星期三因为不满镇政府在未得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 抢行在村内修建垃圾厂 集体阻止施工队施工 双方爆发冲突 当局派出武警镇压 十多名村民被捕 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 中国划设新防空识别区的做法 给亚洲地区带来恐慌 但是中美之间仍有机会为未来建立新规则 拜登是在与美国在华旗高管会面时 做出上述表示的 他说他已经敦促中国领导人 克制可能加剧紧张事态的做法 并敦促中国领导人采取明确而直接的沟通方式 他说经济繁荣离不开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姚一鸣 谢谢收看 再见